字幕restia.com 好 我們開始啦 我們今天小小那個 elton不在 我們的小幫手幫我們那個開機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一支是叫什麼 這支也是希杰夫V系列的 就是施容系列的 然後這支是女高音 那我們來 先來拆 把它拆開 全新的喔 所以 我也是在看那個官網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它這個是V系列的儀式 這支價錢好像V系列價錢也是比較 貴嗎 親民的 親民 但我看它的那個官網是 兩百多歐 兩百三 兩百五 有那麼貴啊 我親民 差不多 是我們的價格比較親民 對對對 對 有 因為那個原價大概是 七八千左右啦 對 就是兩百 兩百多嘛 就七千 七八千 七千左右 那我們是大概四千多 四千多 之前都沒有拍過那個V系列的嗎 好像沒有耶 好 應該沒有 我們會不會拍到就發現那個 好像沒有 這超美的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為了它的品質 所以 不管它的味道怎麼樣 雖然這一支也是評價蠻好的 我還不太知道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第一支是知道這一支 我想說 女高音好特別的名字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摸起來感覺好像跟那一支 不太一樣 這支好像就是比較 有一點毛 絨毛的感覺 對對對 這支比較貼 在 比較平滑 在 比較平滑 對 在平滑 在細一點點這樣 感覺 它應該都有不同的那種 絲絨布料去做的 這個可能要 就是有做過高級印製服了才知道 我猜啦 就是它們應該都是那些高級的布料 好 那我們就 如果不多說趕快來 試一下它的味道 這支你之前有聞過嗎 沒有 沒有 這邊 我找一下空位 我今天味道 這裡 一支 嗯 我喜歡這支 一開始是一個還蠻明亮的味道掀出來 然後 它有一股很優雅的荔枝香 就有點甜香 甜甜的香氣 但沒有荔枝那麼的甜膩 它 它有著那個荔枝的那種 果香 這支我又更喜歡 真的喔 對啊 前面的 前面這個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它的香調啊 其實有提到就是什麼 水果啦 然後一些果 果香類的荔枝啊 嗯 然後 小蒼藍 跟蝦檸檬 對 但我覺得它的 這個 這個系列好像 它的那種 中厚調的那個底 都還蠻 蠻強的 因為我有聞到一個那種 後面的 是皮革香氣嗎 它的那個皮革的感覺還蠻明顯的 你看我的 你的很明顯 對啊 我的那種就是 皮革香 那個 柔 嗯 比較柔順一點 對 嗯 我的一開始的味道還蠻炸裂的喔 就是 還蠻 蠻多 多元豐富的 嗯 你的聞得到啊 那個皮革 嗯嗯嗯嗯 然後 然後 我的反而沒有耶 真的啊 它沒有什麼皮革聞 你的前面的那個 前調的柔順啊 然後清新 清新感 多一些些 對 我是沒有忘記小蠻狼什麼味道 但是我覺得 它這個荔枝 就帶了一點花香 嗯嗯嗯 是 小蠻狼還蠻清新的 因為我之前 對小蠻狼最有印象的就是 Jo Malone來自 英國裡小蠻狼 對 它味道其實應該不會到 太明顯 嗯 對它就是那種 很清新的花香 喔這隻真的很 而且前面還蠻舒服的耶 味道 整體的感覺是舒服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是以女生來講的話 是 一位美女 嗯 的感覺 剛剛那個 什麼畫面 明方講說 Overture 序曲那一字 它會像是一個 穿的 很華麗皮草的 一個 很有 華麗登場的那種感覺 那種 很有風華絕代的 女生 那我覺得這個 就比較像是那種 林志玲那種很優雅 嗯 很舒服 我帶了一股很清爽的 然後笑容甜甜的 荔枝 那種感覺 對甜甜的 嗯 對啊 真的耶 這隻如果是 男生跟女生 你會覺得有 比較適合男生女生 或是 你覺得都OK 這隻的感覺 對 它稍微偏 女生一點 因為它的花香 比較柔順 對 我也同意 但我覺得 男生要穿也是OK 對啊 我喜歡 我覺得其實是OK的 其實是沒有那個 太大的 因為它沒有那個脂粉味 對 然後 我覺得到後來 變成說 我們會講一個大約說 欸這隻可能 比較偏女生一點 或偏男生一點 讓買的人 有一個 參考的那個 依據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對 我就是要你說的這種感覺 我就是喜歡 這種花香 然後變更偏女生一點點 或是說這個比較中性 更 更偏男生一點 然後就是 或是 它想要這種感覺呈現 因為我覺得香水現在已經不是那種 這隻就是限定男生參穿 然後這隻是限定男生參穿 沒有那種 沒有那麼明顯的界線 對 不會這樣二分 一定要分男生女生 是是 但是可以稍微用一個比較 大略的分法 讓大家有個概念說 它是比較偏哪一邊的 因為我覺得它還蠻 有一種柔順感 也不錯 有它中調有一個 牛奶 我覺得 牛奶 它 它的味道很融合得非常的 很均勻 你要說你聞到玫瑰 你會覺得有玫瑰 牛奶也有 然後 然後那個茉莉 淡淡的茉莉桂花 好像又都有 桂花也有 我覺得這隻的 這是對這幾個香材的那種 柔和呈現的蠻好的 它調和得很均勻 就是每個味道都很恰如其分的 讓你覺得 你的記憶中 你對桂花的味道是什麼 你在裡面就會聞到桂花 你對牛奶 會有的香氣 它也才能表現出來 然後你要的 玫瑰 你也可以從裡面聞到玫瑰的味道 是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有氣質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有氣質的味道 對 只要一個氣質的人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可以使用它 對 真的很棒這隻 欸對啊 好喔 那我們一樣前調先 短暫的走一下 那我們待會後調再回來 繼續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我們沒有小幫手 我們要自己去接 好 好 後調回來了 對 這隻主持人也回來了 欸 沒錯 這隻是女高音 喔 女高音 Sapr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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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高音現在唱到哪裡去了 後調唱到哪裡去了 唱到曲高何寡還是 大家一起唱呢 在我身上我覺得它的 因為我前面剛開始的時候 它的那個 就是帶點香甜啊 帶點果香感的那種花香 還有很多的 玫瑰跟這個小蒼蘭 還有一點柔順的牛奶香氣 這個感覺到現在呢 我覺得還是持續 但是它的厚調的 一開始我很明顯那個皮革啊 在淡掉很多之後 它整個的味道就是非常的 也是做得很滑順啊 我覺得它的 我很喜歡這一隻欸 前面的 它是有蜂蜜啊 玫瑰啊 荔枝 荔枝 前面的有點香甜的感覺 它前面的 這隻我覺得它蠻特別的 它前面的女高音 你說說女高音 它的那個 氣場 對 它的那種整個就是 紅亮 直接就飆高音的那種感覺 好不好 但它厚調其實我覺得蠻 沉穩下來 變成有點女低音欸 OK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女高音都要有點胖胖的 然後下來嗎 對 然後再變很高這樣 因為你的身材就是一個 人家說樂器的共鳴 共鳴 是有道理 是啊 對啊 他們的那個就是那個 腔 因為它用腹部 的那個曲 要把那個聲音推出來 所以身材 就像你說的厚調 就是這個 要穩重一點嗎 對 穩重這樣 那當然我現在在前調 跟你們又不太一樣 對 我現在前調就是那個 高音 鋒亮 我剛剛這樣怎麼很香欸 對啊 因為我後面風帶吹 背後涼涼的 因為你坐在門口 真的 喔 欸 這一支不錯不錯 對 很有特色 嗯 來 那老師說一下 這一支厚調 女高音 我們剛剛把它形容是 那個是成熟的女人嘛 嗯 去取那一支 然後這一支Soprano 它 像是林志玲這樣子的年紀 然後 可是 非常有氣質 優雅的 對 然後我剛剛看到 網路上寫說 這是一個 花香東方調 我想說沒有啊 是新香嗎 對 我想說聞半天沒有新香 沒有什麼新香 可是現在我開始 聞的時候 我那個花香 是越比剛剛更明亮 剛剛的花香是很柔順很優雅的 但我現在的花香是好像被那個 它底下有一股那種 辛辣的那種東方調把它推出來 哦 它那個辛辣調你 你 你不會很明顯的去察覺到 它那種辛辣感 可是 你會覺得那個花香調是很明亮的 直接在你面前 灑開來 哦 OK 就有一點 很像他唱到了主旋律的時候 對 哇全場這樣揮灑 很好很有畫面感 嗯 對我現在的畫面是在那個 後面好幾層樓 然後還要拿著望遠鏡 對 單眼的這樣子 哦 在那邊看 哇你高音現在正在唱的話 嗯 給你形容得很猥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咧 哈哈哈 欸我的畫面是很好的呢 很古典的啦 古典 你說在劇院裡面 劇院啦 那種大螢幕可以放大 只能用個小小圈圈的鏡頭去去看這樣 放大的 對對對 好來 看來你看我平常給老師的形象就是那個 猥褻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來林心立 這一支 你高音厚調 厚調 對我厚調就是像我剛剛說我覺得 就是 已經比較 在我身上比較沉稳一點的味道 反而跟老師呈現的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的味道我一直 我沒有到很明顯的花香欸 在我身上非常的 就是 那個 穩重的木質調 對對對 跟我不一樣欸 對啊 對啊 完全不一樣 對 對但我覺得就是這個牌子 好 讓人家喜歡的地方 嗯 就是它的 變化會讓你有一點 不太 就是在每 你每一次聞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 因為它前中後調是都這樣沒錯 但我覺得它可能在每個人身上 就是因為它的每一個走法會 所以你的體溫會變化非常大 是是是 所以每人身上的承受出來的 都不一樣 對感覺都差蠻多的 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嗯 就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欸 在我身上是 但是 好像這個味道只會在我身上有 這樣子的呈現 是蠻獨特的啦 我覺得 嗯 所以這個牌子會 會讓我們覺得很喜歡的地方 是在這邊 是是是 好 嗯 那我蠻喜歡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木質調的 對 所以你們現在後調是有點木質調 嗯 我的還蠻明顯的 我的是 那老師是反而是比較少 我是比較就是花香 然後帶點東方那種辛辣 嗯 是 OK 那 我現在跟剛剛那一隻 嗯 序曲比起來 序曲比較渾厚一點 嗯 那這一個女高音 她比較清冷一點 嗯 她也不到說冷烈喔 嗯 就是 比較 透薄 因為這需要比較才會感受到 嗯 那我覺得她是這個女高音 因為高音就屬於比較透薄的 比較不是渾厚的 至少我在前調 我可以確定她是個高音 對 嗯 我覺得她居然用香味把這個 高音呈現出來 她就是清亮 對不對 嗯 就是很細膩 嗯 嗯 沒錯 她真的是有厲害 對啊 對 但我只是可惜 比較沒有跟到你們的厚調 不然我 我會這樣文字把它補充一下 好好好 那 老師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樣的表情 花香調 花香調 嗯 OK 這麼單純 沒有別的 我剛剛一直在想 要不要把東方調加進來 要啊 你有想到什麼就加了 反正我們這是不負責任的事 那就是 花香東方調 OK 花香東方調 因為辛辣把這個花香調 對 更出來一點 好 這表示這個女高音 她不是清唱 她後面有樂團在幫她伴奏 嗯 幫她這個節奏拖出來 所以她更顯她的高音唱 對啊 老師剛剛有收到幾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我還在 撐時間 不是 不是 我以為是一起說的這樣子 0到10分 老師給幾分 9.7 哇 比剛剛那個序齒高 對所以剛剛老師就問我說 這支 這支還有嗎 這樣子 老師又自然了 對 9.7 9.7的原因呢 因為我覺得 戲絕夫真的很厲害 可以把每一個香味 做得很有特色 很有 感覺好像很有藝術感 可是又很實穿 它不太有哪一支香水 就是說你覺得 只有你喜不喜歡 沒有那種適不適合你 喔是 對 它不太會 你只要喜歡 其實你穿在身上 你會覺得 好像也沒有那麼的 違和都可以 都不太有違和感 對 是同意 純粹是個人的喜好 你就都蠻實穿的這樣 不會有合不合適的問題 OK 所以呢我覺得 嗯 我給她分數很高 而且這支我覺得 她前面的花香調 是 哇更好聞 前面剛剛的花香調更好聞 我剛剛講說 我呈現出 我腦中浮現的就是一個 你知道像人家綁辮子 綁辮子不是三條這樣 這樣交錯的 然後她好像就好像把 牛奶 玫瑰跟 什麼 桂花 茉莉 然後這樣交錯的 很均勻的 匀秤的讓 呈現出來 然後所以 你要聞 你要 人家告訴你 玫瑰 你聞得到的玫瑰 你聞 剛剛講桂花 你也聞得到桂花 你聞奶你也聞得到牛奶 那每個味道是很 匀秤的 出現在這個像 整個味道裡面 對 形容真好 辮子三條要綁得均勻嗎 對對對 居然這麼會帶畫面 對啊 這是畫面大師 畫面大師 視覺大師 9點7 來 我應該會把它歸在 果香木質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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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香木質 那個木質是偏皮革調的 木質 所以也會帶一點皮革 我身上 它呈現出來的味道 滿皮革的 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很明顯 然後花香反而到還好 但一開始的那個 我覺得它把 因為可能皮革在我身上 非常明顯 所以它衝出來 就是把連帶我 可能我不太到那個花的味道的感覺 但是它前面 會讓你感受到它是很清新 就是明亮的那種感覺是有的 是 因為它的那個果香感 加把這個花香帶進來 還有皮革蹭底的感覺 嗯 前面的味道滿喜歡 然後到中後的時候 反而是變得沉穩下來 就是比較 嗯 清爽一點皮革 我的皮革在剛開始是很明顯 但是清爽一點皮革 然後再加一些就是 就是有點奶香的那種感覺 嗯嗯嗯嗯 滿滑順的 這支也是一樣 嗯 我覺得滿好聞的 所以你給 我要給9點5分 9點5分 嗯 好 那 你的前調 前調要這樣要給分數一下嗎 這個前調 前調的分數幾分呢 這個前調 我光高音的這種呈現 透過香味去描述一個高音 該有的這種清冷 然後高音的細膩 嗯 我就覺得他的藝術心就很高了 嗯 姑且不論好不好 我是覺得不錯聞 但是光這個創作 我就會給他 滿高的分數 嗯 至少9點8有啊 嗯嗯 前調啊 那但是你說前調跟 現在我在聞Overture 欸我反而會比較喜歡Overture 嗯哼 又又不太一樣 嗯 對 當然我的評論不完整 因為我現在才在剛走前調 對 給指示大家參考參考 嗯嗯 我相信在每個人身上一定都會有不同的呈現 那這也就是西覺夫他 絕妙的地方 如果告訴你 連義大利人自己本身都噴西覺夫 這個才厲害 嗯嗯 對啊對啊沒錯 對 非常謝謝兩位 陳廟老師 好久不見 又終於跟我們一起 嗯 拍影片啦 謝謝林欣利 今天幫大家介紹這一支 待會30秒再麻煩兩位一下啦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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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